那這個部分,這個程式呢 第一個呢,我們 宣告一個資料型別 為chart,置緣 那這個部分裡面給它一個c 另外的話呢,我們 這個 在這裡,利用一個,這個也是一個chart 這個chart的這個 resout 然後呢,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這個判斷式 那判斷式呢,裡面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可以用一個問號 問號 再加上一個冒號 去區隔 也就,前面就是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如果成立的話 就執行這一個 反制的話就執行這一個 把這個值呢,傳回來 那這部分的話呢,chart 是不是大於a呢 如果比較的話 這個,因為它現在是c嘛,對不對 c現在是不是大於a呢 答案是tru,tru的話就會回傳這個回來 所以我們resout就會是這個 resout就是大於 那也就是說我們最後組合起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c,所以是這樣的,然後加上這個大於 然後,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a 加上一個a 那輸出的話呢,其實像這樣a 好,我們執行看看給各位,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好,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以下的話呢 就是c大於a 那剛剛的雙椅,這個單椅號其實不會秀出來 只會秀出c跟a 好,c跟a 那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就是說這裡只是做一個比較 比較重要就是這個問號 跟這個冒號的位置 特別注意哦 那前後的要加空白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另外那個chart的部分 就是它是unicode的,我之前講過 那如果說它要比較 剛剛同學可能會比較覺得 這地方怎麼比較 實際上主要是它的順序 那順序呢 它在這個unicode裡面的位置 其實unicode裡面呢 也保留這個原來 ASC-Code裡面128 128個位置的這個順序 那a跟c的位置 當然是a比較前面 c比較後面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做比較 所以才會有剛剛的結果 剛剛的結果